平常闲些时,郑吉祥很喜欢翻看那些情感土味短视频,尤其是看到其貌不扬的男主角,被刁蛮女主角及其父母百般嫌弃,却能忍辱负重,成为大老板后被女主角追悔莫及的挽留,郑吉祥会和男主角表现的一样,心生快意,无比满足。 他当然知道演出来的都是假,仍乐此不疲,因此没少遭受妻子刘英的唠叨白眼,郑吉祥最不爱听刘英啰嗦,说来说去,总也绕不开他变卖家产,无能出走之类的老生常谈,他承认他的确在婚姻中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他不认为,促使他犯错的理由跟刘英毫无关系,二十三年的夫妻一路走来,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奈,没人能站在他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考虑,耐心耐以听他倾诉,他觉得自己就像被锯了嘴的葫芦,沉默寡言二十三载,但满腹伤春悲秋,回忆往昔,曾数度逃离这个令他苦不堪言的家。 宁愿相信那些骗得他身无分文的女人,也不愿见到这个连雀凿名分都不肯给他的妻子刘英,而他悲剧人生的始作俑者,至今还在用咄咄逼人的蔑视姿态,打压他不堪一击的自尊心。 郑吉祥和刘英结怨于二十四年前,那是他二十出头,离开农村老家,进成跟在表叔身边做电工学徒,当时刘英父亲在工地承包食堂,刘英常常过来帮工,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便看对了眼,不出三个月就成为情侣。 刘英性格开朗,人也漂亮,工友们无不羡慕郑吉祥的好福气,郑吉祥也颇感骄傲。 美美当众和刘英打情骂俏,感受到他人艳羡的目光,他都会挺之腰杆沾沾自喜,且愈发喜欢眼前的姑娘。 但刘英家里人并不看好他,这一点郑吉祥非常清楚。 刘家人不仅嫌弃他的出身,更嫌弃他微薄的收入和不起眼的相貌,刘英父亲还曾动手打过女儿,一心希望他能早点醒悟,不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可刘英对郑吉祥铁了心,比起父母眼中有钱有势的良配,他内心更偏向于摆一摆顺的郑吉祥。 刘英深知自己打小被父母浇灌的脾气,很难忍让南方和南方的家人,唯有郑吉祥这样没身份没背景的老实男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奈何父母一直反对,19岁的刘英逆反心理也愈发严重。 后来干脆越过红线,先怀了孕,弄了一出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逼迫家人同意他和郑吉祥的婚事,到了如此地步,父母自然没辙,无可奈何接受了郑吉祥这个女婿,那时,两人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没办法领结婚证,刘英和父母商量过后,决定先办婚礼等到了年纪,再去补办结婚证。 其实二十几年前,大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结婚生子的,刘英父母索性不再坚持,由着女儿性子与郑吉祥的母亲见面商讨过后,匆匆为两人举办了婚礼,能娶到心仪的姑娘,且在城市扎根。 郑吉祥非常开心,再有刘英已怀了她的骨肉,婚后她对待妻子,更加无微不至,任谁见了都要夸她一句模范丈夫,刘英也甚感骄傲,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遗址气使郑吉祥的时候,她的声调都不自觉拔高两度。 看着丈夫为她忙忙碌碌,就分外得意,总是急待证明她选男人的眼光,殊不知,这段原本就夹带着偏见草帅结合的婚姻,早早就埋下雷,在日复一日不平等的待遇中,郑吉祥的浅犬之情,慢慢生出不可扭转的怨怼。 郑吉祥初次与刘英产生嫌隙,是在她怀大女儿七个月时,彼时岳丈一家老小仍不待见她,郑吉祥努力扶低做小,依然无法改变刘家人的态度。 那天下晚班的郑吉祥去岳丈家接妻子,一见面就发现刘英神色不好,她的大嫂出门迎送,也一副奄奄模样。 郑吉祥有些疑惑,但当着刘家人的面,很不愿意追问缘由,骑车载着刘英离岳丈家远了些,她才小心翼翼问妻子出了什么事,刘英不耐烦回答,嫂子要我跟她去杭州打工。 郑吉祥急速较刹车,与她爆发了婚后第一次剧烈的争吵,刘英难以理解郑吉祥急转直下的情绪,更不能接受素日温和的丈夫对她发火,当即就给了她几个嘴巴,勒令她不许讲她嫂子坏话。 郑吉祥又屈又愤,妻子的蛮横再度加深了她的不满,便一股脑将其长嫂长久以来的针对道个清楚。 她直言,一早就知道刘英大嫂鼓动她离婚,还说,对方就是见不得刘英过得好,巴不得她万般不如意,刘英正在气头上,无论丈夫说什么,都觉得她是在美里变三分,冲动之下大声斥责郑吉祥的确如家人所说那般,没本事没能力,只会矫情发颠,丝毫没有意愿听她解释,郑吉祥发过牢骚, 渐渐冷静下来,看到妻子大肤偏偏心疼得紧,连声道歉认错,哄了许久才抚平刘英的火气,答应她绝不会听从自家嫂子安排,不管今后打算如何,首要先把孩子平安生下再说。 可这件事,到底戳到了郑吉祥的痛楚,敏感的她,从那以后嫌少,主动登岳帐家门,也尽量避免与刘家人正面接触,她的友谊避让,并未博得妻子的理解,反而无所顾忌,与人言说她心眼小。 不明事理,郑吉祥听在耳里,面上不动声色,心底却频繁样起连衣,为了向刘英和刘家人彻底闭嘴,她决定带妻子去大城市闯荡一番,非要闯出点名堂,证明给他们看。 大女儿一岁多,夫妻俩男下去了深圳在服装厂打工,离家在外,又没了说三道四的人惹她心烦,郑吉祥又如最初那般对刘英呵护备质,一日三餐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常常买最贵的无菌牛奶给她喝,赢得了妻子女工友们的羡慕感叹,郑吉祥吃苦能干,又肯细心钻研,在服装厂待了数月, 便成了电工班头。 工资自然水涨船高,日子越过越有起色,但命运好像很喜欢捉弄这个真心实意为生活打拼的男人,刘英的火爆脾气和浇灌性子,常常引发工友不满,她又不知收敛,没完没了,与人争吵打闹,几百号工人的服装厂,无人不知刘英的霸道泼辣,老是芭蕉的郑吉祥, 更是没少受奚落白眼,她不是没劝过妻子要有容人之德,可刘英不仅不听,还反过来咒骂,全是她不争气,若她是个要疯的疯,要语得语的大人物,她岂会窝在这等方寸之地受人欺负,千百次的忍让都换不来妻子的改变。 心思满怀的郑吉祥最终见走偏锋,在某次争吵过后,竟一气之下辞职出走,远赴山东与女网友双宿双飞,郑吉祥和女网友认识的时间不算长, 却轻而易举沦陷在对方的唐一炮弹里,女网友的善解人意,就像救命的稻草,郑吉祥欲罢不能,受了哄骗,将所有积蓄拱手于人。 直到拿了钱的好妹妹变换嘴脸丸失踪,郑吉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出走一个月后,灰溜溜折回老家,坦然接受刘英的辱骂垂打,从此以后在刘家人面前更抬不起头来,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忍受冷嘲热讽多年,郑吉祥想要出人头地的心思愈发强烈,几经尝试最终白手起家,做起电器售卖的生意,刘家人员以为他只是瞎折腾,出人意料的是,郑吉祥的好脾气竟广受客户与合作方好评,他又格外能吃苦。 几年打拼,硬是将小小的店面扩大成连锁店,买了新房,又买了数台车,属实扬眉吐气好一阵子,可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认知,赚了钱后,他也有过几次千里赴约女网友的行为,且次次都败幸而归,刘英和刘家人没少拿着档子是嘲讽他,仗着身价倍涨。 郑吉祥也曾据理力争,用哪个有能力的男人外边不是采气飘飘为由,试图赌上妻子一家的嘴,可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在他们看来,他始终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青年,既上布的台面也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 就连自己辛苦创业攒下的一切,都在刘家人有计划的胁迫下,全部转交给妻子打理。 可刘英早不再是当年那个义无反顾与他欢好的傻姑娘,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婆娘,管不好生意,赚不到钱倒也罢,还轻信直销骗局,将大把资金投注给所谓的美容事业,不仅颗粒无收,还被骗得血本无归。 为此,郑吉祥常常与他爆发争吵,吵来吵去,他甚至无心经营自家生意,就连店铺水管爆裂这种小事都不愿理会,任刘英打爆电话,他只顾在哥哥家酗酒,最终他对妻子的打扰忍无可忍。 借着酒精,抱着汽油桶,冲进店门,不管妻子女儿大受惊吓的哭嚎,以及亲戚侄女的劝阻,满屋子泼洒汽油,扬言要烧光房子,烧死妻子,就此一了百了。 当然最后他的恶念也没能成功,等他清醒过来,妻子早已带着女儿,逃离店铺,冒雨打到回府,侄女也不见踪影,偌大的店铺富丽堂皇灯火通明。 为圣,他如丧家犬一般,闻着令人作呕的汽油味,气不成声,正吉祥觉得自己的命太过凄苦,他不明白为何已经功成名就的自己还在受着窝囊气,他不是没想过离婚。 毕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他和刘英的婚姻名不正言不顺,大可一走了之,他也确实逃过,但眉眉远离,又难以抵御思念的折磨,总觉得自己的根早已牢牢扎在刘英脚边,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撬动他盘根错节的宿命。 所以他又带着满心创伤归来,怀揣着一点点希望,企图能与妻子修复关系,而现实也总不尽人意。 两年前,大舅哥意外身亡,妻子和岳母的作派再度引燃郑吉祥的满腔怒火,大舅哥膝下唯有一女,老家的丧葬习俗,却是要儿子抬官送葬。 在完全零商量的前提下,妻子和岳母竟然叫郑吉祥的儿子和女婿出面,负责为大舅哥守官,举家上下,郑吉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当看到儿子和女婿披麻带笑上场,郑吉祥当场脑袋发猛,差点昏厥过去。 作为一个无比信奉传统的男人,郑吉祥认为妻子和岳母的举动根本是在诅咒她早死,儿子和女婿明明都是她的小辈,却认了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为父,又是哭丧,又是送葬,何等的不吉利,郑吉祥忍无可忍,在灵堂前与妻子和岳母爆发争吵。 母女俩一致对外,生死历劲,让她这个外人不要插手他们刘家人的事,她这个小心眼的窝囊废和该管好自己,尊严受到挑战,又被当众羞辱,盛怒的郑吉祥摔门而去,并与刘英冷战数月,她觉得这次她真的心灰意冷了。 还打算给刘英点颜色看看,先是换了所有店面的门锁,又将妻子的收款二维码替换成自己的,刘英也夫妻不肯回家,吵架之后便在娘家住下,女儿见不得父母疏远,明白劝不了执拗的母亲,便来好说话的父亲身边苦口婆心, 可女儿的劝告却拒举扎心,她说,爸,你理解理解我妈和姥姥,大就是他们最亲的人,只是送葬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郑吉祥一听就急,指责完妻子还不解气,又指着女儿怒骂她不笑,还说她姓正不姓刘。 不要总是跟刘家人一个鼻孔出气,她委屈,女儿被骂也甚感委屈,妇女俩不欢而散,正吉祥苦闷极了,借酒消愁哭了无数次,失败的婚姻在心头蒙上层层阴影,她摆脱不掉也无可奈何,浑浑噩噩一个人扛起生计, 没想到三心二意的工作期间,竟意外出了车祸,直接进了急诊手术室,而这场意外,让郑吉祥更加了解妻子冷酷无情的本质。 手术后,郑吉祥当晚转醒,一醒来,就听到门外激烈的争吵声,等她神志彻底清明,才分辨出是刘英与她的好哥们在吵架。 原来她的住院费是好哥们垫付的,对方希望刘英马上还钱,但刘英不愿意为丈夫垫付这笔钱,因为她仍在跟郑吉祥赌气,好巧不巧,郑吉祥将妻子的话尽收而理,当时麻药尽还未完全过去, 她迷迷糊糊又陷入沉睡,隔天醒来,看到妻子阴沉的表情,且又听她抱怨好哥们的斤斤计较,郑吉祥忍着身上的疼痛,挣扎做起,又与她大吵一场。 刘英当时就走出病房,一直到郑吉祥出院都没来看望过丈夫,可到底是夫妻感情吵得在淡薄,仍有些难以割舍的亲情在。 郑吉祥住院时,刘英嘱咐儿子去陪护,却忽略了父子俩的心结,无心之举,竟加深了家庭矛盾,其因是有天中午,儿子放学赶到病房,没给郑吉祥带饭,郑吉祥当时其实没多想,只是随口说了句你回家吧。 但儿子误以为是没能让父亲吃上热乎饭,惹他生气,便畏畏缩缩回到家,又太过害怕,便给母亲打电话说,爸爸和我发脾气了,让我自己回家。 这可真是误会了郑吉祥,本来出于担心儿子为了照顾他,没办法按时吃饭,却因为他寡言少语,触发了莫名的争吵,刘英撂下电话。 火气上头,急忙又拿起电话打给郑吉祥,张口骂他个狗血喷头,郑吉祥不明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撕心裂肺与妻子大吵大骂,直到护士进门提醒他,不宜激动,才肯性性作罢。 然而,伤痛不会就此停止,孤单躺在病床上的郑吉祥,情不自禁,又落下热泪,回想起儿子年幼时,一见父子大动干戈的往事,那年儿子才九岁,正是贪玩不定性的时候,平时郑吉祥忙着生意,鲜少关注儿子的成长, 唯有那么一次,还彻底毁坏了他在儿子心中的形象,儿子偷其母亲的电动车去罢吧玩,家里人寻他不找,刘英便让郑吉祥带人去找,最后在离家两条街外的一家罢吧,揪出了孩子。 一路上,郑吉祥心急呵斥地有些过火,儿子气急败坏,将电动车扔在路边。 他因此大怒,冲动地狠狠打了儿子两巴掌,这孩子性格像极了他母亲,被打后不仅没乖觉顺从,反而情绪爆发,冲向厨房拿起菜刀,就要和生身老妇拼命,没问清缘由。 刘英也冲上前与丈夫撕扯,像护载的老母鸡一般将儿子护在身后,大声咒骂,让郑吉祥滚出这个家,郑吉祥背上心头,果断离家出走。 失魂落魄,走了两个小时,回归神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无理地远,冷风口车来车往,这个嚎啕大哭的中年男人引来路人频频侧目,可郑吉祥连体面都不愿再维护。 除了哭别无他法,那次出走,他直接去了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那里,和人家一起做生意,最让他难过的是,家人竟从未过问他一人在外是否安好,后来郑吉祥还是垂头丧气的不请自归,万分清楚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婚姻的牢笼。 出院后,郑吉祥回到家中继续休养,想到儿子他难免心软,主动将生意的管理权交给刘英,才将妻儿拉回自己身边,伪装出来的岁月静好,稍微安抚了郑吉祥的悲怆心绪,即便儿子仍不与他亲近,妻子也始终态度冷漠,可只要人还在。 她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没过多久,女儿又为她生下外孙,做了老爷后,郑吉祥的心肠更为柔软,对妻子娘家人也略微转变了态度,但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妻子刘英再度成为她的梦魇,常年累月的争吵,导致夫妻心平气和交流的场面少之又少, 撤获伤了郑吉祥的腿脚,使她行动不便,她又不愿意拉下脸面,主动向刘英寻求帮助,养病期间又大动干戈无数次,令郑吉祥下定决心要与刘英分道扬镳,权归就于刘英的磕带,郑吉祥情绪不好,再加上体虚乏力。 身上总是止不住冒虚汗,一夜醒来,被褥都会被汗水浸湿,可她又不善于表达,再有两人分居两室,且刘英大大咧咧的未能及时留意到她的不适, 几天躺在汗袖熏天的被窝里,正极想忍无可忍,竟将刘英买来的早饭狠狠摔在地上。 刘英比她更狠,骂完吵完摔门而出,又将郑吉祥锁在家里,四天四夜不闻不问,期间郑吉祥的歌嫂上门看望, 刘英还堵住家门,不允许郑吉祥歌嫂进屋,闹了一通后,郑吉祥无奈报警,这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 这一次,郑吉祥完全冷了心肠,绝计要与刘英离婚,两人没领证,按法律来讲,谈不上分割财产,房子,店铺和车都在郑吉祥名下。 刘英这时才后知后觉,赶到自己二十三年付出青春和经历,到最后,其实一无所有,郑吉祥动作极快,强行收回店面所有权。 将刘英和其亲眷赶出自己的生意范围,刘英带人来闹,他早早最好准备领着自家人与刘家人当街对质,还逐意拨通报警电话。 如果刘英等人率先动手,他正好有理由告他们个蓄意滋事的状,一定会让警方将其拘留,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 见来应得郑吉祥毫不畏惧,刘英便萌生了迂回感化的念头。 他嘱咐女儿抱着外孙领着弟弟,整日在郑吉祥面前哭诉,侧面控诉他心狠意,绝不念多年夫妻情分。 郑吉祥充耳不闻,直接了当,通知儿女不必多说。 如果还想得到她的金钱助力,就不要在她面前提起他们的母亲,更不要与母亲过多来往,这样做无非是拿捏住儿女的命门。 两个孩子将父亲的话无所保留告知给母亲,女儿还有意提醒刘英,爸说白了,只想听你亲口承认错误。 妈,你也别总那么霸道了,该低头就低头吧。 刘英当然不肯,可郑吉祥竟能狠心道连孩子都要舍弃不管,她不免害怕,夜夜难以入眠,未过多久。 听说郑吉祥最近与自家店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销售员关系暧昧,刘英才终于慌了神,不顾郑吉祥的保安阻拦。 吉不可耐冲进办公室,与她不依不饶撒泼,哭嚷着骂她没良心,可闹着闹着,她就软下语气,竟跌坐在地,与她追忆往昔温情岁月, 还破天荒地表示自己多年来的确不够关心丈夫,但对她的情意始终未曾改变,仍与十九岁那年一样,爱她并相信她,俯视着那张保养的没有一丝皱纹的面容。 郑吉祥有了种做土味视频男主角的感觉,风雨兼程过了半生,头一次感到阳光洒在头顶,整个人,整颗心都暖意融融,女儿果然了解她,她就是在等刘英的忏悔,还好有生之年总算心想事成。 平常闲些时,郑吉祥很喜欢翻看那些情感土味短视频,尤其是看到其貌不扬的男主角,被刁蛮女主角及其父母百般嫌弃,却能忍辱负重,成为大老板后被女主角追悔莫及的挽留,郑吉祥会和男主角表现的一样。 心生快意,无比满足,她当然知道演出来的都是假,仍乐此不疲,因此没少遭受妻子刘英的唠叨白眼,郑吉祥最不爱听刘英啰嗦,说来说去,总也绕不开她变卖家产,无能出走之类的老生常谈。 她承认她的确在婚姻中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可她不认为促使她犯错的理由跟刘英毫无关系。 二十三年的夫妻一路走来,她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奈,没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为她考虑,耐心耐以听她倾诉,她觉得自己就像被锯了嘴的胡萝,沉默寡言二十三载。 但满腹伤春悲秋,回忆往昔,曾数度逃离这个令她苦不堪言的家,宁愿相信那些骗得她身无分文的女人,也不愿见到这个连确凿名分都不肯给她的妻子刘英。 而她悲剧人生的始作俑者,至今还在用咄咄逼人的蔑视姿态,打压她不堪一击的自尊心。 郑吉祥和刘英结缘于二十四年前,那是她二十出头,离开农村老家,进成跟在表叔身边做电工学徒。 当时刘英父亲在工地承包食堂,刘英常常过来帮工,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便看对了眼,不出三个月就成为情侣。 刘英性格开朗,人也漂亮,工友们无不羡慕郑吉祥的好福气,郑吉祥也颇感骄傲,美美当众和刘英打情骂俏,感受到他人艳羡的目光,他都会挺直腰杆沾沾自喜,且愈发喜欢眼前的姑娘。 但刘英家里人并不看好他,这一点郑吉祥非常清楚,刘家人不仅嫌弃他的出身,更嫌弃他微薄的收入和不起眼的相貌。 刘英父亲还曾动手打过女儿,一心希望他能早点醒悟,不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可刘英对郑吉祥铁了心,比起父母眼中有钱有势的良配。 他内心更偏向于百亿百顺的郑吉祥,刘英深知自己打小被父母浇灌的脾气,很难忍让南方和南方的家人,唯有郑吉祥这样没身份没背景的老实男人才是最好的选择。 奈何父母一直反对,19岁的刘英逆反心理也愈发严重,后来干脆越过红线先怀了孕,弄了一出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逼迫家人同意他和郑吉祥的婚事。 到了如此地步,父母自然没辙,无可奈何接受了郑吉祥这个女婿,那时两人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没办法领结婚证,刘英和父母商量过后。 决定先办婚礼等,到了年纪再去补办结婚证,其实二十几年前,大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结婚生子的,刘英父母索性不再坚持,由着女儿性子与郑吉祥的母亲见面商讨过后。 匆匆为两人举办了婚礼,能娶到心仪的姑娘,且在城市扎根,郑吉祥非常开心,再有刘英已怀了她的骨肉,婚后她对待妻子,更加无微不至,任谁见了都要夸她一句模范丈夫,刘英也甚感骄傲,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遗旨气使郑吉祥的时候,她的声调都不自觉拔高两度, 看着丈夫为她忙忙碌碌,就分外得意,总是急待证明她选男人的眼光,殊不知,这段原本就夹带着偏见草率结合的婚姻,早早就埋下雷,在日复一日不平等的待遇中,郑吉祥的潜泉之情。 慢慢生出不可扭转的怨队,郑吉祥初次与刘英产生嫌隙,是在她怀大女儿七个月时,彼时岳丈一家老小仍不待见她,郑吉祥努力扶低做小,依然无法改变刘家人的态度。 那天下晚班的郑吉祥去岳丈家接妻子,一见面就发现刘英神色不好,她的大嫂出门迎送,也一副阴烟模样,郑吉祥有些疑惑,但当着刘家人的面,很不愿意追问缘由,骑车载着刘英离岳丈家远了些,她才小心翼翼问妻子出了什么事,刘英不耐烦回答,嫂子要我跟她去杭州打工。 郑吉祥急速搅刹车,与她爆发了婚后第一次剧烈的争吵,刘英难以理解郑吉祥急转直下的情绪,更不能接受素日温和的丈夫对她发火,当即就给了她几个嘴巴,勒令她不许讲她嫂子坏话,郑吉祥又屈又愤,妻子的蛮横,再度加深了她的不满,便一股脑将其长嫂长久以来的针对道个清楚。 她直言,一早就知道刘英大嫂鼓动她离婚,还说,对方就是见不得刘英过得好,巴不得她万般不如意,刘英正在气头上,无论丈夫说什么,都觉得她是在眉里边三分。 冲动之下,大声斥责郑吉祥的确如家人所说那般,没本事没能力,只会矫情发颠,丝毫没有意愿听她解释,郑吉祥发过牢骚,渐渐冷静下来。 看到妻子大腹偏偏心疼的紧,连声道歉认错,哄了许久才抚平刘英的火气,答应她绝不会听从自家嫂子安排,不管今后打算如何,首要先把孩子平安生下再说。 可这件事,到底戳到了郑吉祥的痛处,敏感的她,从那以后嫌少,主动登岳障家门,也尽量避免与刘家人正面接触,她的友谊避让,并未博得妻子的理解,反而无所顾忌,与人言说她心言小。 不明事理,郑吉祥听在耳里,面上不动声色,心底却频繁样起连衣,为了向刘英和刘家人彻底闭嘴,她决定带妻子去大城市闯荡一番,非要闯出点名堂,证明给他们看,大女儿一岁多,夫妻俩难下去了深圳在服装厂打工。 离家在外,又没了说三道四的人惹她心烦,郑吉祥又如最初那般,对刘英呵护备置,一日三餐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常常买最贵的无菌牛奶给她喝,赢得了妻子女工友们的羡慕感叹,郑吉祥吃苦能干,又肯细心钻研,在服装厂待了数月,变成了电工班头,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日子越过越有起色,但命运好像很喜欢捉弄这个真心实意为生活打拼的男人,刘英的火爆脾气和浇灌性子,常常引发工友不满,她又不知收敛,没完没了,与人争吵打闹,几百号工人的服装厂,无人不知刘英的霸道拖辣。 老师芭蕉的郑吉祥更是没少受奚落白眼,她不是没劝过妻子要有容忍之德,可刘英不仅不听,还反过来咒骂,全是她不争气,若她是个要疯的疯要语得语的大人物,她岂会窝在这等方寸之地受人欺负,千百次的忍让都换不来妻子的改变, 心思满怀的郑吉祥最终剑走偏锋,在某次争吵过后,静一气之下辞职出走,远赴山东与女网友双宿双飞,郑吉祥和女网友认识的时间不算长,却轻而易举沦陷在对方的唐衣炮弹里,女网友的善解人意就像救命的稻草。 郑吉祥欲罢不能,受了哄骗,将所有积蓄拱手于人,直到拿了钱的好妹妹变换嘴脸丸失踪,郑吉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出走一个月后,灰溜溜折回老家,坦然接受刘英的辱骂垂打,从此以后在刘家人面前更抬不起头来,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忍受冷嘲热讽多年, 郑吉祥想要出人头地的心思愈发强烈,几经尝试最终白手起家,做起电器售卖的生意,刘家人员以为他只是瞎折腾,出人意料的是,郑吉祥的好脾气竟广受客户与合作方好评,他又格外能吃苦。 几年打拼,硬是将小小的店面扩大成连锁店,买了新房,又买了数台车,属实扬眉吐气好一阵子,可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认知,赚了钱后,他也有过几次千里赴约女网友的行为,且次次都败幸而归, 刘英和刘家人没少拿这档子是嘲讽他,仗着身价备涨,郑吉祥也曾据理力争,用哪个有能力的男人外边不是采气飘飘为由,试图赌上妻子一家的嘴,可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在他们看来,他始终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青年。 计商部的台面,也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就连自己辛苦创业攒下的一切,都在刘家人有计划的胁迫下,全部转交给妻子打理,可刘英早不再是当年那个义无反顾与他欢好的傻姑娘,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婆娘,管不好生意,赚不到钱倒也罢。 还轻信直销骗局,将大把资金投注给所谓的美容事业,不仅颗粒无收,还被骗得血本无归,为此郑吉祥常常与他爆发争吵,吵来吵去。 他甚至无心经营自家生意,就连店铺水管爆裂这种小事都不愿理会,任刘英打抱电话,他只顾在哥哥家酗酒,最终他对妻子的打扰忍无可忍,借着酒尽,抱着汽油桶冲进店门。 不管妻子女儿大受惊吓的哭嚎,以及亲戚侄女的劝阻,满屋子泼洒汽油,扬言要烧光房子,烧死妻子,就此一了百了,当然最后他的恶念也没能成功。 等他清醒过来,妻子早已带着女儿,逃离店铺,冒雨打到回府,侄女也不见踪影,偌大的店铺富丽堂皇灯火通明,为圣,他如丧家犬一般,闻着令人作呕的汽油味,气不成声,郑吉祥觉得自己的命太过凄苦。 他不明白为何已经功成名就的自己,还在受着窝囊气,他不是没想过离婚,毕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他和刘英的婚姻名不正言不顺,大可一走了之,他也确实逃过,但眉眉远离,又难以抵御思念的折磨,总觉得自己的根早已牢牢扎在刘英脚边, 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撬动他盘根错节的宿命。 所以他又带着满心创伤归来,怀揣着一点点希望,企图能与妻子修复关系,而现实也总不尽人意,两年前,大舅哥意外身亡,妻子和岳母的做派再度引燃郑吉祥的满腔怒火,大舅哥膝下唯有一女,老家的丧葬习俗, 却是要儿子抬关送葬,在完全零商量的前提下,妻子和岳母竟然叫郑吉祥的儿子和女婿出面,负责为大舅哥守官,举家上下,郑吉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当看到儿子和女婿披麻带笑上场,郑吉祥当场脑袋发猛,差点昏厥过去,作为一个无比信奉传统的男人。 郑吉祥认为,妻子和岳母的举动,根本是在诅咒她早死,儿子和女婿明明都是她的小辈, 却认了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为父,又是哭脏,又是送葬,何等的不吉利,郑吉祥忍无可忍, 在灵堂前与妻子和岳母暴发争吵,母女俩一致对外,生死历劫,让她这个外人不要插手他们刘家人的事。 她这个小心眼的窝囊废盒,该管好自己,尊严受到挑战,又被当众羞辱, 盛怒的郑吉祥摔门而去,并与刘英冷战数月,她觉得这次她真的心灰意冷了, 还打算给刘英点颜色看看,先是换了所有店面的门锁。 又将妻子的收款二维码替换成自己的,刘英也负气不肯回家, 吵架之后便在娘家住下,女儿见不得父母疏远,明白劝不了执拗的母亲。 便来好说话的父亲身边苦口婆心,可女儿的劝告却拒举扎心, 她说,爸,你理解理解我妈和姥姥,大就是他们最亲的人, 只是送葬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郑吉祥一听就急,指责完妻子还不解气,又指着女儿怒骂她不笑, 还说她姓正不姓刘,不要总是跟刘家人一个鼻孔出气, 她委屈,女儿被骂也甚敢委屈,父女俩不欢而散, 郑吉祥苦闷极了,借酒消愁哭了无数次, 失败的婚姻在心头蒙上层层阴影, 她摆脱不掉也无可奈何,浑浑噩噩一个人扛起生计。 没想到三心二意的工作期间,竟意外出了车祸,直接进了急诊手术室, 而这场意外,让郑吉祥更加了解妻子冷酷无情的本质。 手术后,郑吉祥当晚转醒,一醒来就听到门外激烈的争吵声, 等她神志彻底清明,才分辨出是刘英与她的好哥们在吵架, 原来她的住院费是好哥们垫付的,对方希望刘英马上还钱, 但刘英不愿意为丈夫垫付这笔钱,因为她仍在跟郑吉祥赌气, 好巧不巧,郑吉祥将妻子的话尽收而礼, 当时麻药尽还未完全过去,她迷迷糊糊又陷入沉睡。 隔天醒来,看到妻子阴沉的表情, 且又听她抱怨好哥们的斤斤计较, 郑吉祥忍着身上的疼痛,挣扎做起,又与她大吵一场, 刘英当时就走出病房,一直到郑吉祥出院都没来看望过丈夫, 可到底是夫妻,感情吵得在淡薄,仍有些难以割舍的亲情在。 郑吉祥住院时,刘英嘱咐儿子去陪护, 却忽略了父子俩的心结, 无心之举竟加深了家庭矛盾, 其因是有天中午, 儿子放学赶到病房, 没给郑吉祥带饭, 郑吉祥当时其实没多想, 只是随口说了句你回家吧, 但儿子误以为是没能让父亲吃上热壶饭惹他生气。 便畏畏缩缩回到家, 又太过害怕便给母亲打电话说, 爸爸和我发脾气了, 让我自己回家。 这可真是误会了郑吉祥, 本来出于担心儿子为了照顾他没办法按时吃饭, 却因为他寡言少语, 触发了莫名的争吵, 刘英撂下电话, 火气上头急忙又拿起电话打给郑吉祥, 张口骂他个狗血喷头, 郑吉祥不明所以, 也咽不下这口气, 撕心裂肺与妻子大吵大骂, 直到护士进门提醒他, 不宜激动才肯性性作罢, 然而伤痛不会就此停止, 孤单躺在病床上的郑吉祥, 情不自禁又落下热泪。 回想起儿子年幼时, 一见父子大动干戈的往事, 那年儿子才九岁, 正是贪玩不定性的时候, 平时郑吉祥忙着生意, 鲜少关注儿子的成长。 唯有那么一次, 还彻底毁坏了他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儿子偷起母亲的电动车去网吧玩, 家里人寻他不着, 刘英便让郑吉祥带人去找, 最后在离家两条街外的一家网吧, 揪出了孩子, 一路上郑吉祥心急呵斥的有些过火, 儿子气急败坏将电动车扔在路边, 他因此大怒冲动的狠狠打了儿子两巴掌, 这孩子性格像极了他母亲, 被打后不仅没乖觉顺从, 反而情绪爆发, 冲向厨房拿起菜刀, 就要和生身老妇拼命, 没问清缘由, 刘英也冲上前与丈夫撕扯。 像护载的老母鸡一般, 将儿子护在身后, 大声咒骂, 让郑吉祥滚出这个家, 郑吉祥背上心头, 果断离家出走, 失魂落魄走了两个小时, 回归神时才知道自己, 已经走出无理地远, 冷风口车来车往, 这个嚎啕大哭的中年男人, 引来路人频频侧目, 可郑吉祥连体面都不愿在维护, 除了哭别无他法, 那次出走, 他直接去了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那里, 和人家一起做生意, 最让他难过的是, 家人竟从未过问他, 一人在外是否安好, 后来郑吉祥还是垂头丧气的不请自归, 万分清楚, 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婚姻的牢笼, 出院后, 郑吉祥回到家中继续休养, 想到儿子他难免心软, 主动将生意的管理权交给刘英, 才将妻儿拉回自己身边, 伪装出来的岁月静好, 稍微安抚了郑吉祥的悲怆心绪, 即便儿子仍不与他亲近, 妻子也始终态度冷漠, 可只要人还在, 他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 没过多久, 女儿又为他生下外孙, 做了老爷后, 郑吉祥的心肠更为柔软, 对妻子娘家人也略微转变了态度, 但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 妻子刘英再度成为他的梦魇, 常年累月的争吵, 导致夫妻心平气和交流的场面 少之又少, 车祸伤了郑吉祥的腿脚, 使他行动不便, 他又不愿意拉下脸面, 主动向刘英寻求帮助, 养病期间又大动干戈无数次, 令郑吉祥下定决心要与刘英分道扬镳, 权归就与刘英的磕带, 郑吉祥情绪不好, 再加上体虚乏力, 身上总是止不住冒虚汗, 一夜醒来, 被褥都会被汗水浸湿, 可他又不善于表达, 再有两人分居两室, 且刘英大大咧咧地, 未能及时留意到他的不是, 几天躺在汗袖熏天的被窝里, 正极想忍无可忍。 竟将刘英买来的早饭狠狠摔在地上, 刘英比他更狠, 骂完吵完摔门而出, 又将郑吉祥锁在家里, 四天四夜不闻不问, 期间郑吉祥的歌嫂上门看望, 刘英还堵住家门, 不允许郑吉祥歌嫂进屋, 闹了一通后, 郑吉祥无奈报警, 这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 这一次郑吉祥完全冷了心肠, 绝机要与刘英离婚, 两人没领证, 按法律来讲, 谈不上分割财产, 房子, 店铺和车都在郑吉祥名下, 刘英这时才后知后觉, 赶到自己二十三年付出青春和经历, 到最后, 其实一无所有, 郑吉祥动作极快, 强行收回店面所有权, 将刘英和其亲眷赶出自己的生意范围, 刘英带人来闹, 他早早最好准备领着自家人与刘家人, 当街对质, 还逐意拨通报警电话, 如果刘英等人率先动手, 他正好有理由告他们个蓄意滋事的状, 一定会让警方将其拘留, 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 见来应得郑吉祥毫不畏惧, 刘英便萌生了迂回感化的念头, 他嘱咐女儿抱着外孙领着弟弟, 整日在郑吉祥面前哭诉, 侧面控诉, 他心狠意绝不念多年夫妻情分, 郑吉祥充耳不闻, 直接了当通知儿女不必多说, 如果还想得到他的金钱助力, 就不要在他面前提起他们的母亲, 更不要与母亲过多来往, 这样做无非是拿捏住儿女的命门, 两个孩子将父亲的话无所保留告知给母亲, 女儿还有意提醒刘英, 爸说白了只想听你亲口承认错误, 妈,你也别总那么霸道了, 该低头就低头吧。 刘英当然不肯, 可郑吉祥竟能狠心到连孩子都要舍弃不管, 他不免害怕, 夜夜难以入眠, 喂过多久。 听说郑吉祥最近与自家店铺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销售员关系暧昧, 刘英才终于慌了神, 不顾郑吉祥的保安阻拦, 急不可耐冲进办公室, 与他不依不饶撒泼, 哭嚷着骂他没良心, 可闹着闹着他就软下语气, 静爹坐在地与他追忆往昔温情岁月, 还破天荒地表示自己多年来的确不够关心丈夫, 但对他的情意始终未曾改变, 仍与十九岁那年一样爱他并相信他。 俯视着那张保养的没有一丝皱纹的面容, 郑吉祥有了种做土味饰品男主角的感觉, 风雨兼程过了半生, 头一次感到阳光洒在头顶, 整个人, 整颗心都暖意融融, 女儿果然了解他, 他就是在等刘英的忏悔, 还好有生之年总算心想事成, 平常闲些时, 郑吉祥很喜欢翻看那些情感土味短视频, 尤其是看到其貌不扬的男主角, 被刁蛮女主角及其父母百般嫌弃, 却能忍辱负重, 成为大老板后被女主角追悔莫及的挽留, 郑吉祥会和男主角表现的一样, 心生快意。 无比满足, 他当然知道演出来的都是假, 仍乐此不疲, 因此没少遭受妻子刘英的唠叨白眼, 郑吉祥最不爱听刘英啰嗦, 说来说去, 总也绕不开他变卖家产, 无能出走之类的老生常谈。 他承认他的确在婚姻中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他不认为促使他犯错的理由 跟刘英毫无关系, 二十三年的夫妻一路走来, 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奈, 没人能站在他的立场, 设身处地为他考虑, 耐心耐以听他倾诉, 他觉得自己就像被锯了嘴的胡萝, 沉默寡言二十三载, 但满腹伤春悲秋, 回忆往昔, 曾数度逃离这个令他苦不堪言的家, 宁愿相信那些骗得他身无分文的女人, 也不愿见到这个连雀凿名分都不肯给他的妻子刘英, 而他悲剧人生的始作俑者。 至今还在用咄咄逼人的蔑视之态, 打压他不堪一击的自尊心, 郑吉祥和刘英结约于二十四年前, 那是他二十出头, 离开农村老家, 进城跟在表叔身边做电工学徒, 当时刘英父亲在工地承包食堂, 刘英常常过来帮工, 一来二去, 两个年轻人便看对了眼, 不出三个月就成为情侣, 刘英性格开朗, 人也漂亮, 工友们无不羡慕郑吉祥的好福气, 郑吉祥也颇感骄傲, 每每当众和刘英打情骂俏, 感受到他人艳羡的目光, 他都会挺之腰杆沾沾自喜, 且愈发喜欢眼前的姑娘。 但刘英家里人并不看好他, 这一点郑吉祥非常清楚, 刘家人不仅嫌弃他的出身, 更嫌弃他微薄的收入和不起眼的相貌, 刘英父亲还曾动手打过女儿, 一心希望他能早点醒悟, 不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可刘英对郑吉祥铁了心, 比起父母眼中有钱有势的良配, 他内心更偏向于百依百顺的郑吉祥, 刘英深知自己打小被父母浇灌的脾气, 很难忍让男方和男方的家人, 唯有郑吉祥这样没身份没背景的老实男人,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奈何父母一直反对, 19岁的刘英逆反心理也愈发严重, 后来干脆越过红线, 先怀了孕, 弄了一出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 逼迫家人同意他和郑吉祥的婚事, 到了如此地步, 父母自然没辙, 无可奈何接受了郑吉祥这个女婿, 那时, 两人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没办法领结婚证, 刘英和父母商量过后, 决定先办婚礼等到了年纪, 再去补办结婚证, 其实二十几年前, 大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结婚生子的, 刘英父母索性不再坚持, 由着女儿性子与郑吉祥的母亲见面商讨过后, 匆匆为两人举办了婚礼, 能娶到心仪的姑娘且在城市扎根, 郑吉祥非常开心, 再有刘英已怀了她的骨肉, 婚后她对待妻子更加无微不至, 任谁见了都要夸她一句模范丈夫, 刘英也甚感骄傲, 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移植气使郑吉祥的时候, 她的声调都不自觉拔高两度, 看着丈夫为她忙忙碌碌, 就分外得意, 总是急待证明她选男人的眼光, 殊不知, 这段原本就夹带着偏见草率结合的婚姻, 早早就埋下雷, 在日复一日不平等的待遇中, 郑吉祥的浅犬之情, 慢慢生出不可扭转的怨怼, 郑吉祥初次与刘英产生嫌隙, 是在她怀大女儿七个月时, 彼时岳丈一家老小仍不待见她, 郑吉祥努力伏低作小, 依然无法改变刘家人的态度, 那天下晚班的郑吉祥去岳丈家接妻子, 一见面就发现刘英神色不好, 她的大嫂出门迎送, 也一副阴阉模样, 郑吉祥有些疑惑, 但当着刘家人的面, 很不愿意追问原由, 骑车载着刘英离岳丈家远了些, 她才小心翼翼问妻子出了什么事, 刘英不耐烦回答, 嫂子要我跟她去杭州打工。 郑吉祥急速搅刹车, 与她爆发了婚后第一次剧烈的争吵, 刘英难以理解郑吉祥 急转直下的情绪, 更不能接受速日温和的丈夫对她发火, 当即就给了她几个嘴巴, 勒令她不许讲她嫂子坏话, 正吉祥又屈又奋。 妻子的蛮横再度加深了她的不满, 便一股脑将其长嫂长久以来的针对到个清楚, 她直言, 一早就知道刘英大嫂鼓动她离婚, 还说, 对方就是见不得刘英过得好, 巴不得她万般不如意, 刘英正在气头上, 无论丈夫说什么, 都觉得她是在眉里边三分, 冲动之下, 大声斥责郑吉祥的确如家人所说那般, 没本事没能力, 只会矫情发颠, 丝毫没有意愿听她解释, 郑吉祥发过牢骚, 渐渐冷静下来, 看到妻子大肤偏偏心疼的锦, 连声道歉认错, 哄了许久, 才抚平刘英的火气, 答应她绝不会听从自家嫂子安排, 不管今后打算如何, 首要先把孩子平安生下再说, 可这件事到底戳到了郑吉祥的痛处, 敏感的她, 从那以后嫌少, 主动登岳帐家门, 也尽量避免与刘家人正面接触, 她的友谊避让, 并未博得妻子的理解, 反而无所顾忌, 与人言说她心眼小, 不明事理, 正吉祥听在耳里, 面上不动声色, 心底却频繁样起连衣, 为了向刘英和刘家人彻底闭嘴, 她决定带妻子去大城市闯荡一番, 非要闯出点名堂, 证明给她看, 大女儿一岁多, 夫妻俩男下去了, 深圳在服装厂打工, 离家在外, 又没了说三道四的人惹她心烦, 郑吉祥又如最初那般, 对刘英呵护备质, 一日三餐, 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 常常买最贵的无菌牛奶给她喝, 赢得了妻子女工友们的羡慕感叹, 郑吉祥吃苦能干, 又肯细心钻研, 在服装厂待了数月, 便成了电工班头, 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日子越过越有起色, 但命运好像很喜欢捉弄这个真心实意为生活打拼的男人, 刘英的火爆脾气和浇灌性子, 常常引发工友不满, 她又不知收敛, 没完没了与人争吵打闹, 几百号工人的服装厂, 无人不知刘英的霸道泼辣, 老是芭蕉的郑吉祥, 更是没少受奚落白眼, 她不是没劝过妻子要有容忍之德, 可刘英不仅不听, 还反过来咒骂, 全是她不争气, 若她是个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的大人物, 她岂会窝在这等方寸之地受人欺负, 千百次的忍让都换不来妻子的改变, 心思满怀的郑吉祥最终剑走偏锋, 在某次争吵过后, 竟一气之下辞职出走, 远赴山东与女网友双宿双飞, 郑吉祥和女网友认识的时间不算长, 却轻而易举沦陷在对方的唐衣炮弹里, 女网友的善解人意就像救命的稻草, 郑吉祥欲罢不能, 受了哄骗将所有积蓄拱手于人, 直到拿了钱的好妹妹变换嘴脸丸失踪, 郑吉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出走一个月后灰溜溜折回老家。 坦然接受刘英的辱骂锤打, 从此以后在刘家人面前更抬不起头来, 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忍受冷嘲热讽多年, 郑吉祥想要出人头地的心思愈发强烈, 几经尝试最终白手起家, 做起电器售卖的生意。 刘家人员以为他只是瞎折腾, 出人意料的是, 郑吉祥的好脾气竟广受客户与合作方好评, 他又格外能吃苦。 几年打拼, 硬是将小小的店面扩大成连锁店, 买了新房, 又买了数台车, 属实扬眉吐气好一阵子, 可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认知, 赚了钱后, 他也有过几次千里赴约女网友的行为。 且次次都败姓而归, 刘英和刘家人没少拿这档子是嘲讽他, 仗着身价倍长, 郑吉祥也曾据理力争, 用哪个有能力的男人外边不是采气飘飘为由, 试图赌上妻子一家的嘴, 可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 在他们看来, 他始终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青年, 既上布的台面也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 就连自己辛苦创业攒下的一切都在刘家人有计划的胁迫下, 全部转交给妻子打理, 可刘英早不再是当年那个义无反顾与他欢好的傻姑娘。 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婆娘, 管不好生意, 赚不到钱到也罢, 还庆幸直销骗局, 将大把资金投注给所谓的美容事业, 不仅颗粒无收, 还被骗得血本无归, 为此郑吉祥常常与他爆发争吵, 吵来吵去, 他甚至无心经营自家生意, 就连店铺水管爆裂这种小事都不愿理会。 任刘英打抱电话, 他只顾在哥哥家酗酒, 最终他对妻子的打扰忍无可忍, 借着酒禁, 抱着汽油桶冲进店门, 不管妻子女儿大受惊吓的哭嚎, 以及亲戚侄女的劝阻, 满屋子泼洒汽油, 扬言要烧光房子, 烧死妻子, 就此一了百了, 当然最后他的恶念也没能成功, 等他清醒过来, 妻子早已带着女儿逃离店铺, 冒雨打道回府, 侄女也不见踪影, 偌大的店铺富丽堂皇灯火通明, 为圣, 他如丧家犬一般, 闻着令人作呕的汽油味, 气不成声, 正吉祥觉得自己的命太过凄苦。 他不明白为何已经功成名就的自己, 还在受着窝囊气, 他不是没想过离婚, 毕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他和刘英的婚姻名不正言不顺, 大可以走了之, 他也确实逃过, 但眉眉远离, 又难以抵御思念的折磨, 总觉得自己的根早已牢牢扎在刘英脚边, 任何人任何事, 也无法撬动他盘根错节的宿命, 所以他又带着满心创伤归来, 怀揣着一点点希望, 企图能与妻子修复关系, 而现实也总不尽人意, 两年前大舅哥意外身亡, 妻子和岳母的作派, 再度引燃正吉祥的满腔怒火。 大舅哥膝下唯有一女, 老家的丧葬习俗, 却是要儿子抬官送葬, 在完全零商量的前提下, 妻子和岳母, 竟然叫郑吉祥的儿子和女婿出面, 负责为大舅哥守官, 举家上下, 郑吉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当看到儿子和女婿披麻带笑上场, 郑吉祥当场脑袋发猛, 差点昏厥过去, 作为一个无比信奉传统的男人, 郑吉祥认为妻子和岳母的举动, 根本是在诅咒他早死, 儿子和女婿明明都是他的小辈, 却认了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为父, 又是哭丧, 又是送葬, 何等的不吉利。 郑吉祥忍无可忍, 在灵堂前与妻子和岳母爆发争吵, 母女俩一致对外, 生死历劫, 让他这个外人不要插手他们刘家人的事, 他这个小心眼的窝囊废核, 该管好自己, 尊严受到挑战, 又被当众羞辱, 圣怒的郑吉祥摔门而去, 并与刘英冷战数月, 他觉得这次他真的心灰意冷了, 还打算给刘英点颜色看看, 先是换了所有店面的门锁, 又将妻子的收款二维码, 替换成自己的, 刘英也父亲不肯回家, 吵架之后便在娘家住下, 女儿见不得父母疏远, 明白劝不了执拗的母亲, 便来好说话的父亲身边苦口婆心, 可女儿的劝告却拒拒扎心, 他说, 爸, 你理解理解我妈和姥姥, 大就是他们最亲的人, 只是送葬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郑吉祥一听就急, 指责完妻子还不解气, 又指着女儿怒骂他不笑, 还说他姓正不姓刘, 不要总是跟刘家人一个鼻孔出, 他委屈, 女儿被骂也甚感委屈, 父女俩不欢而散, 郑吉祥苦闷极了, 借酒消愁哭了无数次, 失败的婚姻在心头蒙上层层阴影, 他摆脱不掉也无可奈何, 浑浑噩噩一个人扛起生计, 没想到三些二意的工作期间, 竟意外出了车祸, 直接进了急诊手术室, 而这场意外, 让郑吉祥更加了解妻子冷酷无情的本质, 手术后, 郑吉祥当晚转醒, 一醒来就听到门外激烈的争吵声, 等他神志彻底清明, 才分辨出是刘英与他的好哥们在吵架, 原来他的住院费是好哥们垫付的, 对方希望刘英马上还钱, 但刘英不愿意为丈夫垫付这笔钱, 因为他仍在跟郑吉祥赌气, 好巧不巧, 郑吉祥将妻子的话尽收而理, 当时麻药尽还未完全过去, 他迷迷糊糊又陷入沉睡, 隔天醒来, 看到妻子阴沉的表情, 且又听他抱怨好哥们的斤斤计较, 郑吉祥忍着身上的疼痛, 挣扎做起, 又与他大吵一场, 刘英当时就走出病房, 一直到郑吉祥出院, 都没来看望过丈夫, 可到底是夫妻? 感情吵得在淡泊, 仍有些难以割舍的亲情在郑吉祥住院时, 刘英嘱咐儿子去陪护, 却忽略了父子俩的心结, 无心之举, 竟加深了家庭矛盾, 其因是有天中午, 儿子放学赶到病房, 没给郑吉祥带饭, 郑吉祥当时其实没多想, 只是随口说了句你回家吧, 但儿子误以为是, 没能让父亲吃上热乎饭, 惹他生气, 便畏畏缩缩回到家, 又太过害怕, 便给母亲打电话说, 爸爸和我发脾气了, 让我自己回家, 这可真是误会了郑吉祥, 本来出于担心, 儿子为了照顾他, 没办法按时吃饭, 却因为他寡言少语, 触发了莫名的争吵, 刘英撂下电话, 火气上头, 急忙又拿起电话打给郑吉祥, 张口骂他个狗血喷头, 郑吉祥不明所以, 也咽不下这口气, 撕心裂肺与妻子大吵大骂, 直到护士进门提醒他, 不宜激动, 才肯性性作罢, 然而伤痛不会就此停止, 孤单躺在病床上的郑吉祥, 情不自禁, 又落下热泪, 回想起儿子年幼时一见父子大动干戈的往事, 那年儿子才九岁, 正是贪玩不定性的时候, 平时郑吉祥忙着生意, 闲少关注儿子的成长, 唯有那么一次, 还彻底毁坏了他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儿子偷起母亲的电动车去往巴玩, 家里人寻他不找, 刘英便让郑吉祥带人去找, 最后在离家两条街外的一家网吧, 揪出了孩子, 一路上郑吉祥心急呵斥地有些过火, 儿子气急败坏, 将电动车扔在路边, 他因此大怒, 冲动地狠狠打了儿子两巴掌, 这孩子性格像极了他母亲, 被打后不仅没乖觉顺从, 反而情绪爆发, 冲向厨房拿起菜刀, 就要和生生老妇拼命, 没问清缘由, 刘英也冲上前与丈夫撕扯, 像护载的老母鸡一般将儿子护在身后, 大声咒骂让郑吉祥滚出这个家, 郑吉祥背上心头, 果断离家出走, 失魂落魄走了两个小时, 回归神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无理地远, 冷风口车来车往, 这个嚎啕大哭的中年男人引来路人频频侧目, 可郑吉祥连体面都不愿再维护, 除了哭别无他法, 那次出走, 他直接去了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那里, 和人家一起做生意, 最让他难过的是, 家人竟从未过问他, 一人在外是否安好, 后来郑吉祥还是垂头放弃的不请自归, 万分清楚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婚姻的牢笼, 出院后, 郑吉祥回到家中继续休养, 想到儿子他难免心软, 主动将生意的管理权交给刘英, 才将妻儿拉回自己身边, 伪装出来的岁月静好, 稍微安抚了郑吉祥的悲怆心绪, 即便儿子仍不与他亲近, 妻子也始终态度冷漠, 可只要人还在, 他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 没过多久, 女儿又为他生下外孙, 做了老爷后, 郑吉祥的心肠更为柔软, 对妻子娘家人也略微转变了态度, 但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 妻子刘英再度成为他的梦魇, 常年累月的争场, 导致夫妻心平气和交流的场面少之又少, 车祸伤了郑吉祥的腿脚, 使他行动不便, 他又不愿意拉下脸面, 主动向刘英寻求帮助, 养病期间又大动干戈无数次, 令郑吉祥下定决心, 要与刘英分道扬镳, 权归就于刘英的磕带, 郑吉祥情绪不好, 再加上体虚乏力, 身上总是止不住冒虚汗, 一夜醒来, 被褥都会被汗水浸湿, 可他又不善于表达, 再有两人分居两室, 且刘英大大咧咧的, 未能及时留意到他的不是, 几天躺在汗袖熏天的被窝里, 正极想忍无可忍, 竟将刘英买来的早饭狠狠摔在地上, 刘英比他更狠, 骂完吵完摔门而出, 又将郑吉祥锁在家里, 四天四夜不闻不问, 期间郑吉祥的歌嫂上门看望, 刘英还堵住家门, 不允许郑吉祥歌嫂进屋, 闹了一通后, 郑吉祥无奈报警, 这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 这一次, 郑吉祥完全冷了心肠, 决计要与刘英离婚, 两人没领证, 按法律来讲, 谈不上分割财产, 房子, 店铺和车都在郑吉祥名下, 刘英这时才后知后觉, 赶到自己二十三年付出青春和经历, 到最后, 岂是一无所有。 郑吉祥动作极快, 强行收回店面所有权, 将刘英和其亲眷赶出自己的生意范围, 刘英带人来闹, 他早早最好准备领着自家人与刘家人当街对质, 还逐意拨通报警电话, 如果刘英等人率先动手, 他正好有理由告他们个蓄意滋事的状, 一定会让警方将其拘留, 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 见来应得郑吉祥毫不畏惧, 刘英便萌生了迂回感化的念头, 他嘱咐女儿抱着外孙领着弟弟, 整日在郑吉祥面前哭诉, 侧面控诉他心狠意, 绝不念多年夫妻情分, 郑吉祥充耳不闻。 直接了当, 通知儿女不必多说, 如果还想得到他的金钱助力, 就不要在他面前提起他们的母亲, 更不要与母亲过多来往, 这样做无非是拿捏住儿女的命门, 两个孩子将父亲的话 无所保留告知给母亲, 女儿还有意提醒刘英, 爸说白了, 只想听你亲口承认错误。 妈, 你也别总那么霸道了, 该低头就低头吧。 刘英当然不肯, 可郑吉祥竟能狠心道, 连孩子都要舍弃不管, 他不免害怕, 夜夜难以入眠, 未过多久。 听说郑吉祥最近与自家店铺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销售员, 关系暧昧。 刘英才终于慌了神, 不顾郑吉祥的保安阻拦, 急不可耐冲进办公室, 与他不依不饶撒泼, 哭嚷着骂他没良心, 可闹着闹着, 他就软下语气, 竟跌坐在地, 与他追忆往昔温情岁月, 还破天荒地表示自己多年来, 的确不够关心丈夫, 但对他的情意始终未曾改变, 仍与十九岁那年一样, 爱他并相信他, 俯视着那张保养的 没有一丝皱纹的面容, 郑吉祥有了种做土味视频男主角的感觉, 风雨兼程过了半生, 头一次感到阳光洒在头顶, 整个人, 整颗心都暖意融融, 女儿果然了解他, 他就是在等刘英的忏悔, 还好有生之年, 总算心想事成, 平常闲些时, 郑吉祥很喜欢翻看那些情感土味短视频, 尤其是看到其貌不扬的男主角, 被刁蛮女主角及其父母百般嫌弃, 却能忍辱负重, 成为大老板后被女主角追悔莫及的挽留, 郑吉祥会和男主角表现的一样, 心生快意, 无比满足, 他当然知道演出来的都是假, 仍乐此不疲, 因此没少遭受妻子刘英的唠叨白眼, 郑吉祥最不爱听刘英啰嗦, 说来说去, 总也绕不开他变卖家产, 无能出走之类的老生常谈, 他承认他的确在婚姻中犯过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他不认为促使他犯错的理由跟刘英毫无关系, 二十三年的夫妻一路走来, 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奈, 没人能站在他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考虑, 耐心耐以听他倾诉, 他觉得自己就像被锯了嘴的葫芦, 沉默寡言二十三载, 但满腹伤春悲秋, 回忆往昔, 曾数度逃离这个令他苦不堪言的家, 宁愿相信那些骗得他身无分文的女人, 也不愿见到这个连确凿名分都不肯给他的妻子刘英, 而他悲剧人生的始作俑者, 至今还在用咄咄逼人的蔑视之态, 打压他不堪一击的自尊心, 郑吉祥和刘英结约于二十四年前, 那时他二十出头, 离开农村老家, 进成跟在表叔身边做电工学徒, 当时刘英父亲在工地承包食堂, 刘英常常过来帮工, 一来二去, 两个年轻人便看对了眼, 不出三个月就成为情侣, 刘英性格开朗, 人也漂亮, 工友们无不羡慕郑吉祥的好福气, 郑吉祥也颇感骄傲, 美美当众和刘英打情骂俏, 感受到他人艳羡的目光, 他都会挺之腰杆沾沾自喜, 且愈发喜欢眼前的姑娘, 但刘英家里人并不看好他, 这一点郑吉祥非常清楚, 刘家人不仅嫌弃他的出身, 更嫌弃他微薄的收入和不起眼的相貌, 刘英父亲还曾动手打过女儿, 一心希望他能早点醒悟, 不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可刘英对郑吉祥铁了心, 比起父母眼中有钱有势的良配, 他内心更偏向于百依百顺的郑吉祥, 刘英深知自己打小被父母浇灌的脾气, 很难忍让男方和男方的家人, 唯有郑吉祥占为身份没背景的老实男人,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奈何父母一直反对, 19岁的刘英逆反心理也愈发严重, 后来干脆越过红线, 先怀了孕, 弄了一出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 逼迫家人同意他和郑吉祥的婚事, 到了如此地步, 父母自然没辙, 无可奈何接受了郑吉祥这个女婿, 那时, 两人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没办法领结婚证, 刘英和父母商量过后, 决定先办婚礼等到了年纪, 再去补办结婚证, 其实二十几年前, 大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结婚生子的, 刘英父母索性不再坚持, 由着女儿性子与郑吉祥的母亲 见面商讨过后, 匆匆为两人举办了婚礼, 能娶到心仪的姑娘, 且在城市扎根, 郑吉祥非常开心, 再有刘英已怀了她的骨肉, 婚后她对待妻子, 更加无微不至, 任谁见了都要夸她一句模范丈夫。 刘英也甚感骄傲, 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 遗址气使郑吉祥的时候, 她的声调都不自觉拔高两度, 看着丈夫为她忙忙碌碌, 就分外得意, 总是急待证明她选男人的眼光, 殊不知, 这段原本就夹带着偏见草率结合的婚姻, 早早就埋下来。 在日复一日不平等的待遇中, 郑吉祥的前犬之情, 慢慢生出不可扭转的怨怼, 郑吉祥初次与刘英产生嫌隙, 是在她怀大女儿七个月时, 比十月丈一家老小仍不待见她, 郑吉祥努力扶低做小, 依然无法改变刘家人的态度, 那天下晚班的郑吉祥去月丈家接妻子, 一见面就发现刘英神色不好, 她的大嫂出门迎送, 也一副奄奄模样, 郑吉祥有些疑惑, 但当着刘家人的面, 很不愿意追问缘由, 骑车载着刘英离月丈家远了些, 她才小心翼翼问妻子出了什么事。 刘英不耐烦回答, 嫂子要我跟她去杭州打工, 郑吉祥急速较刹车, 与她爆发了婚后第一次剧烈的争吵, 刘英难以理解郑吉祥急转直下的情绪, 更不能接受速日温和的丈夫对她发火, 当即就给了她几个嘴巴, 勒令她不许讲她嫂子坏话, 郑吉祥又屈又愤, 妻子的蛮横再度加深了她的不满, 便一股脑将其长嫂长久以来的针对道个清楚。 她直言,一早就知道刘英大嫂鼓动她离婚, 还说,对方就是见不得刘英过得好, 巴不得她万般不如意, 刘英正在气头上。 无论丈夫说什么, 都觉得她是在眉里变三分, 冲动之下大声斥责郑吉祥的确如, 家人所说那般, 没本事没能力, 只会矫情发颠, 丝毫没有意愿听她解释, 郑吉祥发过牢骚, 渐渐冷静下来, 看到妻子大肤偏偏心疼得紧, 连声道歉认错, 哄了许久才抚平刘英的火气, 答应她绝不会听从自家嫂子安排, 不管今后打算如何, 首要先把孩子平安生下再说, 可这件事到底戳到了郑吉祥的痛楚, 敏感的她, 从那以后嫌少, 主动登岳帐家门, 也尽量避免与刘家人正面接触, 她的友谊避让, 并未博得妻子的理解, 反而无所顾忌, 与人言说她心眼小, 不明事理, 郑吉祥听在耳里, 面上不动声色, 心底却频繁样起连衣, 为了向刘英和刘家人彻底闭嘴, 她决定带妻子去大城市闯荡一番, 非要闯出点名堂, 证明给她们看, 大女儿一岁多, 夫妻俩男下去了, 深圳在服装厂打工, 离家在外, 又没了说三到四的人惹她心烦, 郑吉祥又如最初那般, 对刘英呵护备制, 一日三餐, 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 常常买最贵的无菌牛奶给她喝, 赢得了妻子女工友们的羡慕感叹, 郑吉祥吃苦能干, 又肯细心钻研, 在服装厂待了数月, 变成了电工班头, 工资自然水涨船高, 日子越过越有起色, 但命运好像很喜欢捉弄这个, 真心实意为生活打拼的男人, 刘英的火爆脾气和浇灌性子, 常常引发工友不满, 她又不知收敛, 没完没了, 与人争吵打闹, 几百号工人的服装厂, 无人不知刘英的霸道泼辣, 老是芭蕉的郑吉祥, 更是没少受奚落白眼, 她不是没劝过妻子要有容忍之德, 可刘英不仅不听, 还反过来咒骂, 全是她不争气, 若她是个要疯的疯要语得语的大人物, 她岂会窝在这等方寸之地受人欺负, 千百次的忍让都换不来妻子的改变, 心思满怀的郑吉祥最终见走偏锋, 在某次争吵过后, 竟一气之下辞职出走, 远赴山东与女网友双宿双飞, 郑吉祥和女网友认识的时间不算长, 却轻而易举沦陷在对方的唐衣炮弹里, 女网友的善解人意, 就像救命的稻草, 郑吉祥欲罢不能, 受了哄骗, 将所有积蓄拱手于人, 直到拿了钱的好妹妹, 变换嘴脸丸失踪, 郑吉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出走一个月后, 灰溜溜折回老家, 坦然接受刘英的辱骂垂打, 从此以后, 在刘家人面前更抬不起头来, 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忍受冷嘲热讽多年, 郑吉祥想要出人头地的心思愈发强烈, 几经尝试最终白手起家, 做起电器售卖的生意。 刘家人原以为他只是瞎折腾, 出人意料的是, 郑吉祥的好脾气, 竟广受客户与合作方好评, 他又格外能吃苦, 几年打拼, 硬是将小小的店面扩大成连锁店, 买了新房, 又买了数台车, 属失扬眉吐气好一阵子, 可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认知, 赚了钱后, 他也有过几次千里赋约女网友的行为, 且次次都败幸而归。 刘英和刘家人, 没少拿这档子使嘲讽他, 仗着身价倍长, 郑吉祥也曾据理力争, 用哪个有能力的男人外边不是采气飘飘为由, 试图赌上妻子一家的嘴。 可他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 在他们看来, 他始终是当年那个唯唯诺诺的农村青年, 既上布的台面, 也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 就连自己辛苦创业攒下的一切, 都在刘家人有计划的胁迫下, 全部转交给妻子打理。 可刘英早不再是当年那个义无反顾与他欢好的傻姑娘, 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婆娘, 管不好生意, 赚不到钱到也罢, 还轻信直销骗局, 将大把资金投注给所谓的美容事业, 不仅颗粒无收, 还被骗得血本无归, 为此正吉祥常常与他爆发争吵。 吵来吵去, 他甚至无心经营自家生意, 就连店铺水管爆裂这种小事都不愿理会, 任刘英打爆电话, 他只顾在哥哥家酗酒, 最终他对妻子的打扰忍无可忍, 借着酒劲, 抱着汽油桶冲进店门, 不管妻子女儿大受惊吓的哭嚎, 以及亲戚侄女的劝阻, 满屋子泼洒汽油。 扬言要烧光房子, 烧死妻子, 就此一了百了, 当然最后, 他的恶念也没能成功, 等他清醒过来, 妻子早已带着女儿, 逃离店铺, 冒雨打道回府, 侄女也不见踪影, 偌大的店铺富力堂皇, 灯火通明, 为圣他如丧家犬一般, 闻着令人作呕的汽油味, 气不成声, 正吉祥觉得自己的命太过凄苦, 他不明白为何已经功成名就的自己, 还在受着窝囊气, 他不是没想过离婚, 毕竟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他和刘英的婚姻名不正言不顺, 大可一走了之, 他也确实逃过, 但没没远离。 又难以抵御思念的折磨, 总觉得自己的根早已牢牢扎在刘英脚边, 任何人任何事, 也无法撬动他盘根错节的宿命, 所以他又带着满心创伤归来, 怀揣着一点点希望, 企图能与妻子修复关系, 而现实也总不尽人意, 两年前大舅哥意外身亡, 妻子和岳母的作派, 再度引燃郑吉祥的满腔怒火, 大舅哥膝下唯有一女, 老家的丧葬习俗, 却是要儿子抬官送葬, 在完全零商量的前提下, 妻子和岳母, 竟然叫郑吉祥的儿子和女婿出面, 负责为大舅哥守官, 举家上下。 郑吉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当看到儿子和女婿披麻带笑上场, 郑吉祥当场脑袋发猛, 差点昏厥过去, 作为一个无比信奉传统的男人, 郑吉祥认为, 妻子和岳母的举动, 根本是在诅咒他早死, 儿子和女婿明明都是他的小辈, 却认了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为父, 又是枯脏, 又是送葬, 何等的不吉利, 郑吉祥忍无可忍, 在灵堂前与妻子和岳母爆发争吵, 母女俩一致对外, 声嘶力竭, 让他这个外人不要插手他们刘家人的事, 他这个小心眼的窝囊废合, 该管好自己。 尊严受到挑战, 又被当众羞辱, 盛怒的郑吉祥摔门而去, 并与刘英冷战数月, 他觉得这次他真的心灰意冷了, 还打算给刘英点颜色看看, 先是换了所有店面的门锁, 又将妻子的收款二维码, 替换成自己的, 刘英也负气不肯回家, 吵架之后便在娘家住下, 女儿见不得父母疏远, 明白劝不了执拗的母亲, 便来好说话的父亲身边苦口婆心, 可女儿的劝告却拒拒扎心, 他说, 爸, 你理解理解我妈和姥姥, 大就是他们最亲的人, 只是送葬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郑吉祥一听就急, 指责完妻子还不解气, 又指着女儿怒骂他不笑, 还说他姓正不姓刘, 不要总是跟刘家人一个鼻孔出气, 他委屈, 女儿被骂也甚感委屈, 父女俩不欢而散, 郑吉祥苦闷极了, 借酒消愁哭了无数次。 失败的婚姻在心头蒙上层层阴影, 他摆脱不掉, 也无可奈何, 浑浑噩噩一个人扛起生计, 没想到三心二意的工作期间, 竟意外出了车祸, 直接进了急诊手术室, 而这场意外, 让郑吉祥更加了解妻子冷酷无情的本质, 手术后, 郑吉祥当晚转醒, 一醒来, 就听到门外激烈的争吵声, 等他神志彻底清明, 才分辨出是刘英与他的好哥们在吵架, 原来他的住院费是好哥们垫付的, 对方希望刘英马上还钱, 但刘英不愿意为丈夫垫付这笔钱, 因为他仍在跟郑吉祥赌气。 好巧不巧, 郑吉祥将妻子的话尽收而离, 当时麻药尽还未完全过去, 他迷迷糊糊又陷入沉睡, 隔天醒来, 看到妻子阴沉的表情, 且又听他抱怨好哥们的斤斤计较, 郑吉祥忍着身上的疼痛, 挣扎做起, 又与他大吵一场, 刘英当时就走出病房, 一直到郑吉祥出院都没来看望过丈夫, 可到底是夫妻, 感情吵得在淡薄, 仍有些难以割舍的亲情在, 郑吉祥住院时, 刘英嘱咐儿子去陪护, 却忽略了父子俩的心结, 无心之举, 竟加深了家庭矛盾, 起因是有天中午, 儿子放学赶到病房, 没给郑吉祥带饭, 郑吉祥当时其实没多想, 只是随口说了句你回家吧, 但儿子误以为是, 没能让父亲吃上热乎饭, 惹他生气, 便畏畏缩缩回到家, 又太过害怕, 并给母亲打电话说, 爸爸和我发脾气了, 让我自己回家, 这可真是误会了郑吉祥, 本来出于担心, 儿子为了照顾他, 没办法按时吃饭, 却因为他寡言少语, 触发了莫名的争吵, 刘英撂下电话, 火气上头, 急忙又拿起电话打给郑吉祥, 张口骂他个狗血喷头, 郑吉祥不明所以, 也咽不下这口气, 撕心裂肺与妻子大吵大骂, 直到护士进门提醒他, 不宜激动, 才肯性性作罢, 然而伤痛, 不会就此停止, 孤单躺在病床上的郑吉祥, 情不自禁, 又落下热泪, 回想起儿子年幼时, 一见父子大动干戈的往事, 那年儿子才九岁, 正是贪玩不定性的时候, 平时郑吉祥忙着生意, 鲜少关注儿子的成长, 唯有那么一次, 还彻底毁坏了他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儿子偷起母亲的电动车去网吧玩, 家里人寻他不着, 刘英便让郑吉祥带人去找, 最后在离家两条街外的一家网吧, 揪出了孩子, 一路上。 郑吉祥心急呵斥地有些过火, 儿子气急败坏, 将电动车扔在路边, 他因此大怒, 冲动地狠狠打了儿子两巴掌, 这孩子性格像极了他母亲, 被打后不仅没乖觉顺从, 反而情绪爆发, 冲向厨房拿起菜刀, 就要和生身老妇拼命。 没问清缘由, 刘英也冲上前, 与丈夫撕扯, 像护载的老母鸡一般, 将儿子护在身后, 大声咒骂, 让郑吉祥滚出这个家, 郑吉祥背上心头, 果断离家出走, 失魂落魄走了两个小时, 回归神时才知道自己, 已经走出无理地远, 冷风口车来车往, 这个嚎啕大哭的中年男人, 引来路人频频侧目, 可郑吉祥连体面都不愿再维护, 除了哭别无他法, 那次出走, 他直接去了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那里, 和人家一起做生意, 最让他难过的是, 家人竟从未过问他, 一人在外是否安好。 后来郑吉祥还是垂头丧气的不请自归, 万分清楚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婚姻的牢笼, 出院后, 郑吉祥回到家中继续休养, 想到儿子他难免心软, 主动将生意的管理权交给刘英, 才将妻儿拉回自己身边, 伪装出来的岁月静好, 稍微安抚了郑吉祥的悲怆心绪, 即便儿子仍不与他亲近, 妻子也始终态度冷漠, 可只要人还在, 他就不会感到那么孤单, 没过多久, 女儿又为他生下外孙, 做了老爷后, 郑吉祥的心肠更为柔软, 对妻子娘家人也略微转变了态度, 但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 妻子刘英再度成为他的梦魇, 常年累月的争吵, 导致夫妻心平气和交流的场面少之又少, 车祸伤了郑吉祥的腿脚, 使他行动不便, 他又不愿意拉下脸面, 主动向刘英寻求帮助, 养病期间又大动干戈无数次, 令郑吉祥下定决心要与刘英分道扬镳, 权归就与刘英的磕带, 郑吉祥情绪不好, 再加上体虚乏力, 身上总是止不住冒虚汗, 一夜醒来, 被褥都会被汗水浸湿, 可他又不善于表达, 再有两人分居两室, 且刘英大大咧咧地 未能及时留意到他的不是, 几天躺在汗袖熏天的被窝里。 郑吉祥忍无可忍, 竟将刘英买来的早饭狠狠摔在地上, 刘英比他更狠, 骂完吵完摔门而出, 又将郑吉祥锁在家里, 四天四夜不闻不问, 其间郑吉祥的歌嫂上门看望, 刘英还堵住家门, 不允许郑吉祥歌嫂进屋, 闹了一通后, 郑吉祥无奈报警, 这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 这一次郑吉祥完全冷了心肠, 绝技要与刘英离婚, 两人没领证, 按法律来讲谈不上分割财产, 房子, 店铺和车都在郑吉祥名下, 刘英这时才后知后觉, 赶到自己二十三年付出青春和经历, 到最后其是一无所有, 郑吉祥动作极快, 强行收回店面所有权, 将刘英和其亲眷赶出自己的生意范围, 刘英带人来闹, 他早早最好准备领着自家人与刘家人当街对质, 还逐意拨通报警电话, 如果刘英等人率先动手, 他正好有理由告他们个蓄意滋事的状, 一定会让警方将其拘留, 打消他们的嚣张气焰, 见来应得郑吉祥毫不畏惧, 刘英便萌生了迂回感化的念头, 他嘱咐女儿抱着外孙领着弟弟, 整日在郑吉祥面前哭诉, 侧面控诉他心狠意, 绝不念多年夫妻情分, 郑吉祥冲耳不闻, 直接了当通知儿女不必多说, 如果还想得到他的金钱助力, 就不要在他面前提起他们的母亲, 更不要与母亲过多来往, 这样做无非是拿捏住儿女的命门, 两个孩子将父亲的话无所保留, 告知给母亲。 女儿还有意提醒刘英, 爸说白了, 只想听你亲口承认错误。 妈, 你也别总那么霸道了, 该低头就低头吧。 刘英当然不肯, 可郑吉祥竟能狠心到, 连孩子都要舍弃不管, 他不免害怕, 夜夜难以入眠, 喂过多久, 听说郑吉祥最近与自家店铺,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销售员, 关系暧昧, 刘英才终于慌了神, 不顾郑吉祥的保安阻拦, 急不可耐冲进办公室, 与他不依不饶撒泼, 哭嚷着骂他没良心, 可闹着闹着, 他就软下语气, 竟跌坐在地, 与他追忆往昔温情岁月。 还破天荒地表示自己多年来, 的确不够关心丈夫, 但对他的情谊始终未曾改变, 仍与十九岁那年一样, 爱他并相信他, 俯视着那张保养的没有一丝皱纹的面容, 正吉祥有了重座土味视频男主角的感觉, 风雨兼程过了半生, 头一次感到阳光洒在头顶, 整个人, 整颗心都暖衣荣荣, 女儿果然了解他, 他就是在等刘英的忏悔, 还好有生之年总算心想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